那当我们去推动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事情是要普及化的 那我们的这个行销法则里面有一个叫创意散播法则 这个是先前发明者 就是像我们这一类的人会发明一些概念 或发明一些东西给大家用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先驱使用者 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好用 他就或者是说他的信念 他就觉得你的东西好用 所以你一有新东西他就一定要用用看 这个叫先驱使用者 那其实大部分的老师们 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看到了这些key men 有在用这个东西 然后获得良好的成就之后 他们才就会主动的想要去试试看 这个叫大众市场 然后最后呢 后面这些呢落后的是 是逼不得已 就是虽然我知道你们用的很好 但是因为跟我用不用好像没什么差别 我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我一直不用 一直到某一天终于被逼得不得不用的时候 这个叫落后者 就是比如说你不用这个考计要打一等 那他才开始被迫去使用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这个呢 最后面还是有最后面的人 比如说他就是不用 不用那个智慧型手机 都用智障型手机对不对 然后等到有一天呢 他的手机坏了 当他要去买新手机的时候发现 哇 已经没有智障型手机了 全部都是智慧型手机的 他没得选了 所以他才会用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创意散播法则 你会发现一件事 那个引爆点是在这边 那所以当你要推动一件事情 你要很成功的推动一件事情的普及率的时候 你的重点要摆在哪里 先驱使用者 也就是那些keyman 所以哪些人叫做keyman 比如说 现在各位都看得到听得到的那些大神们 那些不管哪一个领域 语文领域有领域的大神 数学领域有数学领域的大神 那些大神就是keyman 就是keyman 然后比如说县市的辅导员 他就是keyman 因为他们站在教学影响的最上端 所以我今天我如果是一个 我发明了一些理论 或者是我有些东西想要卖给教育界的人 最简单的方法 要成功最简单的方法 找keyman来试用 我免费提供你用 你有任何的银安杂症 我帮你解决 甚至我多送你几个让你去做公关 把你的问题都解决 让你觉得我的东西好用 你自然会帮我宣传 所以这个叫创意散播法则 所以当你懂得这些理论之后 当你懂得这些成功的真理之后 其实你做事会很简单 各位 所以这个 这个全部都是用canva做的 这图也是里面找的 只是我从我从看的那个黄金圈的理论的那个影片里面 我把这些重点摘出来 然后把这个动态给做上去 这个是引爆点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当你这个你如果想要成功 其实一定有规律 那个规律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领域要成功 它的真理在哪里 它的理论是什么 它的真理一定成功的真理在哪里 如果你可以把它融入到你的教学 或融入到你的学习里面 你就可以所向无敌 所以成功一定有规律 你有理想趋势 有策略 方法之外还要好工具 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刚刚的那个必成功金字塔 有没有 道法素器4 就讲的就是这个 你要想好这五个东西 然后准备好你的超级工具 所以新制图加上各种原理 然后用canva去说服就可以造出奇迹 所以我又用了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有很多人喜欢把那个成功的规律 把它弄成那个数学的运算式 让你比较好记对不对 所以新制图加各种理论 就是成功的规律 这是老师 这是自学的部分 当你要去做教学 或要去做推广的时候 请你再加canva 它就可以让你的 被你教的所有人 能够很容易的成功 那所以人世间最困难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把你的钱放在我的口袋 对不对 这如果你今天不是教育界的 这个就对你很重要 如果你学了刚刚的知识型 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未来 那个商机很容易被你发现 所以要把人家钱放到你的口袋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在等退休 我一直在等哪一天我退休了 就要去外面赚钱这样 第二个呢 是把我的想法装进你的脑袋 那这一件事情 这两件事其实用canva 真的很容易去达成 真的很容易去达成 谢谢大家